2023年杭州亚运即将在9月23号公司举办 各个身怀绝技的亚运国手们 目前也正在国训单位积极备战 武术项目 南拳南棍 高树棍树 太极拳 以及太极剑三大项目 分别由赖博伟 刘昌明 黄振明 孙嘉宏 陈又威 刘佩勋 六名选手分别出战 我们在这个评估上面 银牌我们有能力去抢 那铜牌是有银牌的话 就铜牌的实力那是就是就是一定会赢 其中负责南拳南棍 以及刀树棍树的赖博伟以及王正明 都在2018年雅嘉达亚运 分别在主攻项目 拿下第四名以及第七名的成绩 和奪牌失职交臂 今年他们再度卷土重来 誓言重回舞台英勇奪牌 上次也是四年前 就是技术方面来说 就是比较年轻 然后比较就是体力 然后崇敬这样有 然后只是可能就是因为武术比赛嘛 可能还是要看一些权位啊 就是比较浓厚的那种 就是展示武术内涵的动作 比较让人家感觉就是观众看起来 比较有感 然后比较成熟稳重的那种那种feel 所以这四年我就是朝这个方面 就是让我的权位 然后让权位变成更大方 更有霸气 疫情的部分延迟了一年 延半了一年 就是每个选手也是 就是在这一年中有多了一年的准备时间 可能提升的东西会更细致 然后身体素质相对的也是会变得比较好 对中华台北拿牌为主要目的嘛 对不对 对那不过还是就是尽力 我觉得就是尽力就好 然后达成自己要的目标 专精南拳南棍的赖博伟 过去战功标柄 曾在一七一九年世界武术锦标赛中 完成连两届夺金的壮举 而精通刀棍的王正明 虽然尚未在国际赛事中夺牌 但仍旧力图甩开五年前 亚运成绩不理想的阴霾 卷土冲来证明自己 回来提台在高雄的采访报道